这个球挥棒落空 一颗变化球 挥棒落空 这样的话也是拿到了第二个出击 打击来到第七棒十七号 裴中云 这颗球敲到了右半边 落地行车安打 打到了德州地带 这颗球敲的质量也是蛮高的 那么在两人出去之后 这颗球敲得还是蛮强劲的 打到了中间方向 外场手也是定点将就接住完成接杀 这颗球敲得还是蛮强劲的 出击 这颗球敲到了中外场方向 中外场定点将球接住完成接杀 拿到了第一个出击数 好 曾圣恩 今天他也是DH指定打击出战了 会往中复 第一点是一个坏 这颗球敲死三阵的局面 舞手成功将就接住 传杀一来拿到第二个出击数 我们的投手投球数限制啊 所以也是应该是要为了后边的比赛 保留投手 球速也在130左右 好球近点 球速来到两好 再次打到击数 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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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手啊 18号合化 确实是球制非常的稳定啊 偏高的坏球 挥棒落空一记挥K 这样的话也是成功的解决到第一个出局 这颗球应该是一个只插球 打击轮回到第一棒 18号苏再辉 好球近点 偏低的坏球 稳定性会比较严格一些 好球近点 看看第一棒开路线凤18号 苏再辉也是选择的 这颗球撬到了左矮场方向啊 打的还是非常的强劲 但是左矮场手也是定点将就接住 完成接杀拿到了第二个出局数 打击来到第二棒 8号金东英 身高1米74 67公斤 选择打的一格球 打到了三类方向 三类成功的江泽接住 船杀一脸没有问题 姓士贤 身高1米69 58公斤 11名右头 左打的选手 好球近点 这颗球撬到了中间方向 游递手上前接球 没有能够扑到这颗球啊 以至穿衍安打 来自中国台北队的第七棒 12号姓士贤 许静杰的身高是1米72 72公斤 也是一名右手多大选手 选择一个触地球的战术 依然是传杀二类啊 将前卫跑里人封杀出局 我们看看这个球啊 其实点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位置确实是不错 但是投手的传球能力啊 还确实是比较迅速 非常精彩的一次守备 一人助局16跑连 打击来到第九棒 6号宋米佳 哦 这颗球撬到了二类方向 二类的守备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啊 在选择站位上 也是有一点偏差 这样的话 一直穿越安打 再次出现 宋米佳也是成功的站上一类 将刚刚自己的队友也是成功的推荐到三类啊 现在目前的局面来到一人出局 一三类有跑里员 局面再一次有力啊 对于中国台北队来讲啊 三类有跑里员力本类更进一步 我们看看这个球啊 确实是打到了二类的守备范围之外的地方啊 好 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看看中国台北队能不能够再次抓住机会 开路先锋 好 方少奇能不能够再次做出 优质的进攻表 外角拖拖拖坏球 好 我们看看这个时候 应该是选择了战术保重 韩国队的主教练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啊 放满蕾 蓝蕾放跑里员这样的一个局面 可能也是想打double啊 想要打双杀的局面 擦绑球上这块球 走啊 看看能不能够 哦 这个球做出了 哦 这是一个跑打战术啊 哦 这个球敲到了 右半边啊 哦 这个球我们看到 打到了右半边啊 一类手也是在奋力的向球的 落点去奔跑 可这个球依然是一个接来球 好 这个球 哦 这个球 球手也是 哦 这个球 好 这个球 游击方向有没有Double 我们看看这个球 Double play打得非常的成功啊 这样的话并没有能够给到 中国台北队得分的机会 可以说这次放满垒的战术 真的是实现得非常成功啊 刚刚这个球打到了游击方向 游击接球传沙二垒 再传一垒一气呵成 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们看看这个回放啊 游击手抛传二垒 动作非常的连贯 再传一垒 这个球没有问题 非常的精彩啊 很高的快球 推棒落空 刚刚 结果球敲到了二垒方向 二垒接球传沙一垒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也是成功的 拿到了第一个出局 打击来到第四棒 九号 严俊响 严俊响的身高比较高啊 身高一米八四 八四公斤 李明又左又打了选手 五三 十十五 好 哦这个球敲到了右半边啊 右外长手也是定点将头接住 这个球打的并不理想 打到了右外长手的手套里啊 两人出局 垒上没有跑篮 打击来到第五棒 10号 金志余 偏高的坏球 这个球打到了左半边啊 左一场方向 看到三类手也是在往球的落点去奔跑 球数来到一好一坏 这个球敲到了内野方向上空 三类手的上空啊 一个非常高的高杯球 被三类手也是成功的接杀 依然是非常迅速的结束了这个半局啊 丝毫没有给到汉国队任何机会 这个球打的质量并不够 三类方向的高杯球 三类手定点 将球借助 六局下半的比赛即将开始 上场打击来到了第三棒 20号 张以诚 这个球敲到了三类方向 三类接球 传杀一垒 没有问题 一人出局 垒上没有跑来源 打击来到第四棒 还在主力打线的他 选择打的一颗球 一人是一个三类方向的地滚球 三类将球抄起 传杀一垒没有问题 张以诚 成功的拿到了第二个出局数 这个时候 镜头给到了投手啊 张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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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球敲到了二类方向 二类接球 传杀一类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也是结束了这个半局 非常的干脆啊 那么这个半局并没有给到 中国台北队 再次获得分数的机会 那么现在比分依然是1比0 比赛即将进入到第7 比赛即将进入到第7 好球近点 先拿一颗好球 那么现在上场打击的是 韩国队的11号选手 身高1米80 77公斤 右头右打 球数捞到一好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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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数捞到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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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台北队的投手18号 核化 还在继续 这个球极具诱惑性啊 还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好球带 球数来到一好三坏 好球进点 球数来到满球数 对决时刻啊 这个时刻扣人心悬啊 两边都是五五开 那么就看投手 是否能够顶住压力 同样也看几球员如何去面对 好 这颗球敲到了三垒方向 三垒跪杀接球传杀 一垒没有问题 这次守备是非常的漂亮 看看这个就会放啊 达到了三垒方向 三垒一个跪姿接球传杀一垒 这个球确实是完美的演绎了准确的守备啊 那条偏低的坏球 这颗就敲到了中间方向 中外长手 哦 这个球应该是一个安打 没有问题 这个球应该是在德州地带啊 分离去拼 应该也抢不到第一点了 一人出局 一垒有跑里员 这个球的打点啊 打击位置确实是比较刁钻 中外长手也确实是来不及 再去向前接第一点球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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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近点 一个高质量的滑球 这颗球打到了二类后方 局面来到了一人出局一 三类又跑了远 这个局面对于航空队来讲 拿到了机会啊 比赛在第七局 开始变得更加的精彩 关键时刻啊 我们看看航空队的进攻 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战术选择 这个时候中国台北队的主教练 经常与头部之间进行沟通 请求一次暂停 看看是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啊 那么比赛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韩国队的追平分已经到达了三类啊 应该是没有选择更换投手的意思啊 继续使用核化继续投球 好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局面来到一人出局一三类又跑远 哦 选择一个抢分出击球的战术 这个球在本三之间形成了加沙 我们看看这个球 哦 double play 哇 这个球非常的精彩啊 首先在加沙的阶段啊 先是把三类的刨类员触杀出局 然后二类的刨类员向三类进发的同时 球已经传回到二类再次完成触杀 这样的话啊 恭喜中国台北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今天的球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非常的漂亮 那么最后比分 1比0 中国台北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刚刚这个球我们看看啊 这个球的回放 先是造成了加沙 啊 这个球在传回二类 铺类并没有成功啊 哦 这个double play真的是非常的戏剧性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今天的比赛 真的是大家超到了一场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的球 今天两边的运动队啊 也是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绝论的比赛 那么今天晚上啊 希望大家能够在六点钟准时关注威风棒球 来收看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 我们下午两边的比赛 嗯 嗯